好 切換一下畫面 3 2 1 那我剛剛壓的那個片子 它就變成一個電腦檔案在這邊 那這個檔案你就可以 看它摳去哪裡或複製哪裡都可以 你就在你要上課的地方 你就放一個 或者就帶在隨身別到處跑 那當你有這個檔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光碟 假的光碟機裡面 那我只要把它這樣子按著 拉進來丟進光碟機 它就會把它掛進去 那電腦就會好像真的你放一片光碟進去 或者你從這邊進來也可以 你從我的電腦這邊進來 有沒有它就多了一個光碟機 那你直接點兩下 就可以直接跟你使用光碟是一模一樣的 你就不用裝了直接光碟執行就好了 那你看這個速度有沒有比你光碟快多了 有沒有快很多對不對 就可以這樣子非常容易可以使用 非常容易可以使用 這個叫做虛擬光碟 虛擬光碟 那所以像你那個圖書館 有很多什麼電子書、繪本 其實你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你就弄好幾個光碟片 如果你要教學生這樣的用法 那你用一台就可以 如果學生不會這樣的用法 你就把它新增很多台 很多台 然後每一台都放不同的書 然後學生只要點進去 直接可以使用 如果學生會 他會這樣子用 他知道你的印象檔在哪裡 你就跟他講 只要把它丟進來就可以用 丟到這個假的光碟機 對丟到這個假的光碟機 電腦裡面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如果你要刪掉也很簡單 他可以按右鍵卸載 卸載就是把那個電子檔 把這個書的檔案把它拿掉 他就變空的 變成空的 那你如果是按移除 他就這個虛擬光碟機會不見 他就變成剩下一個 剩下一台光碟機 那移除跟卸載不一樣 你看看就剩下一台 剩一台 那所以你這樣子就可以自由調整 你要的光碟機的數量 還有你要放進去的檔案 所以這樣子以後上課會比較簡單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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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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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謝謝